18世纪初一艘西班牙名为圣河塞号的军舰 在加勒比海遭遇船难 船上不仅有大量殖民时期的珍宝 还有600条人命也跟随着船只 沉没在深不见底的海洋中 这艘船在沉睡300多年后 如今哥伦比亚政府宣布 将会以官方资源来打捞沉船 当局坚称这一次行动的主要目的 寻找沉船的历史价值 大于传说中高达上百亿美元的宝藏 说到加勒比海 人们总是联想起神秘的海盗传说 但是在这一片深不可测的海洋中 确实蕴藏了不少宝藏 1708年 西班牙军舰圣河塞号 与英国军舰交战不久后 船只随后发生船难 从此沉睡在这里 根据记载 当时圣河塞号负责运送价值连城的珍宝 这些宝藏包括西班牙统治秘鲁时期 所开采的黄金 白银与宝石 如果以现金的市值评估 宝藏总值可能高达100亿到200亿美元 相当于470亿到940亿令吉 真实存在的宝船 让多个国家都忽视眈眈 想要争夺它的拥有权 竞争的国家就包括西班牙 哥伦比亚与美国 尽管哥伦比亚在2015年成功发现 沉船的位置 但由于涉及法律及外交纠纷 一直迟迟未能展开打牢工作 哥伦比亚政府在当地时间星期五 独牌众议 在首都波哥大公开表示 将会在今年投资450万美元 潜到水下600米 迟早当年沉船的遗物 推较其中 有勇安工飞 Looks 那是 争口甭安工工制 小 ton 成功的 本身 在 今年 争口甭 很 beb 争口甭 此结实际 的 是 他们 因 当局强调 这次的打捞行动 是想要了解船上600名避难者 在当年的生活情况 通过船上物件 研究他们的日常生活 货物 火炮 商品 及殖民色彩 哥伦比亚文化部部长克雷亚也表示 是时候评估这艘大翻船的残骸 船船的价值不仅仅是船上的宝藏 更应该注重历史宝藏 无论如何 目前哥伦比亚以国家机密为理由 拒绝进一步透露 沉船的确切未至 马西社电视综合报道